你绝对想不到未来的游戏能这么好玩 带上接收器 选好搏击手 按下按钮开始游戏 只见眼睛瞬间变白 真人便从现实中进入虚拟世界扮演游戏角色 在这里 你可以做任何事 可以角色PK 可以看看风景 也可以 为爱拍掌 而阿毛作为一个头号玩家 趁着老婆在睡觉 便偷偷拉上好机油小黑 进到了这款搏击游戏里头 阿毛变身肌肉压一满 小黑变身金发大眼妹 在这里头 随便抬的脚 就是一道刀锋 就是几拳火花掌 打得阿毛压根没有还手的余地 见对方血条快打光了 小黑一脚过去 直接起跳来了手翔龙十八掌 就算满脸鱼青笔血直流都不用怕 因为在下一回合就能自动康复 随着第二回合开始 阿毛崩了个屁波 就给小黑放大招打的满地掌牙 只见两人扭打在一起 结果下一秒 一上一下的这嘴居然就挨上了 但搅着搅着 阿毛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推开了小黑 虽然这是个游戏 但对面这人可是个男的呀 吓得他们赶紧推出了游戏 而这场体验下来 阿毛整个人都魂不守舍了 毕竟自己还有老婆还有孩子 这么搞可不行啊 但就在玩俄罗斯方块 想着散散心时 却看到小黑发来的搏击邀请 两人为了不让彼此尴尬 互相找借口说自己上次喝多了 接着便再次进入游戏 来一场堂堂正正的街头搏击 却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将会有多么可怕 这是场虚拟现实的搏击游戏 两位基友小哥分别扮演一男一女 因为上次玩着玩着 两人却忽然亲了起来 这次为了化解尴尬 他们决定用拳头来说谎 结果游戏一开始 两人越走越近却丝毫没有出手 谁知下一秒 这两个大男人 居然又在游戏里激起了剑 这换作是谁都顶不住啊 我想你现在的心情 就跟阿毛一模一样 事后小黑表示 好像说对了又没完全对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毛这个有妇之夫 现实里还在和老婆被孕 游戏里就却和基友拼起了剑 还多亏了未来这科技发达 游戏画面都是通过人眼来呈现 压根就不怕被人看到 但基建多了 阿毛都产生了疑惑 一个大男人在个女人体内 这到底是什么体验 好吧 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 反正话没说多久 俩大嘴巴肚子又挨上了 而这样一来 也让阿毛对于家人的感受都大不如前 老婆孩子在那嬉戏 她却坐在一边沉思 甚至到了结婚纪念日这天 她都能完全忘记 之后老婆找她弹性 怀疑阿毛现在已经不爱自己了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她不仅出轨 还出柜 就问你经过惊喜一不意外 而阿毛也害怕秘密被老婆发现 便决定将游戏机锁进柜里 和基友小黑断绝联系来往 过了大半年 老婆也怀上了第二胎 但在这段期间里 她发现阿毛一直都闷闷不乐 也很久没找过小黑玩了 老婆为了让她开心起来 居然叫了小黑来家里吃饭 谁知对方一直对阿毛念念不舍 趁着老婆不在 那么到底阿毛能不能戒掉网瘾呢 未来的游戏居然能这么玩 你可以进入虚拟世界 和玩家来一场真人击剑 想放什么招式就放什么招式 在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 压根就不怕被老婆发现 而阿毛好不容易刚戒掉网瘾 机友小黑却让她再来一局 两人相约半夜十二点 进到游戏又来场猛男击剑 像急了你刚把小电影删掉 转头那个地方一立 又屁颠屁颠地把电影吓回来一样 可能阿毛也意识到不对 虽然这角色是女的 但幕后玩家可是自己的机友啊 这样一直下去哪里能行 于是他邀请小黑 在现实中见一面 因为阿毛担心两人成了体 便提议来次面对面挨嘴 只见机友一嘴过去 还好 看来咱俩还是直的 谁知小黑又想和他约个线上击剑 阿毛听了 气得直接出手 抱着对方就是长线下真人批评 结果警察一路过 将两人逮进了警局 之后老婆过来熟人 并不停问阿毛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可这换做谁 都不可能坦白自己在游戏里出轨加出轨 但阿毛不一样 他居然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全说了 更令人想不到的 老婆不仅没有介意也没有离婚 还允许阿毛和机友能在每个月的那么一天 来一场线上击剑 而他自己则会跑去小酒吧里 和帅哥来场小约会 看完这影片 就问你们对这三人有啥看法 反正我绷不住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叫做生死搏击 出自黑镜第五集第一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